拍卖会上 为了一颗妖兽金盒 一个高大修士和个清冷女修 两个人杠了起来 高大修士哼了一声 再次加价 一百三十块 一百四十 清冷女修的声音淡淡 却丝毫不退让 韩丽见此 微微摇了摇头 一颗真仙后期妖兽的妖盒而已 这个价位已经太贵了 一百多块仙元石 即便是对于一名 真仙境中期的修士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而那高大修士略意沉默 再次出价 一百四十五 一百五十仙元石 这女修士似乎有些不耐烦 声音变得有些冷了 而这一次高大修士 终于沉默下去 没有再出价 在场众人见此情形 纷纷朝着那女修士望去 摇头不已 女修则静静地坐在那 对于周围之人的目光 没有丝毫反应 拍卖台上的矮个身影 高兴一场 很快宣布 这枚妖盒的归属 然后继续介绍下一件拍片 真仙妖兽的妖盒 固然珍贵 不过下面的这件拍拍屋 价值更大 猪尾万万不能错过呀 矮个人眼说完之后 一个硕大血红色的玉香 出现在台上 通体散发出一层 晶莹的血光 夹杂着一股淡淡的甘甜气味 朝着四面八方 散意开去 矮个的拍卖官 挥手掐绝 玉香盖子光芒一闪 自动打开 这玉香之中 是一节血色的莲藕 有手臂那么粗细 前后三节保存得极为完整 莲藕结上生长的根须 也没有损害分毫 这血藕晶莹剔透 仿佛血域雕刻而成一般 柔和的血光 从血藕各处散发而出 在其上数寸之处 形成一道小巧玲珑的血色长红 浓郁之极的甘甜气味散发开来 让在场诸位真仙中期的强大存在 也是精神一阵 鼠天圣身体一阵 脸色大喜 同时长长的出了口气 寒厉眼中也露出一丝惊喜之色 神情也是一松 哦 看来我此前的预料有失偏颇了 血精藕虽然难寻 但只要年份未超过五万年 价格相较于前几件排品 自是不足的 但是眼前这株年份 绝对不低于十万年了 寒厉如此想着 但下一刻他脸色忽得一正 盯着台上的血藕 眼中浮现出惊疑之色 虽然不明显 但这血藕上一处大概指甲盖大小的地方 颜色有些昏暗 仿佛染了些许污迹一般 此时矮个的拍卖官高声介绍 这是血精藕一株 这血精藕虽然算不上绝顶灵物 不过眼前这一株非同一般 年份已达到了十五万年以上 是难得一见的天地灵物 而且相信诸位中也已经有人注意到了 这血藕上这点灰影 这并非是灵藕受损所致 而是一块罕见的共生纹 啊 共生纹 什么是共生纹呢 没听说过呀 对呀 不能是忽悠人的吧 可能在座的诸位道友不太清楚 所谓的共生纹呢 是两株灵药生长时距离太近 结果导致灵力互相影响 极为偶然的情况下呢 就形成这种共生纹 话音一落 台下一个宽大身影 豁然开口 虽然有灵光遮盖 不过看其体型啊 应该是个身宽体盘之人 呃 据我所知 共生纹的影响有好有坏吧 有的反而会导致药力混杂衰弱 不堪使用啊 矮个的拍卖官朝着那胖大身影 点点头说道 啊 这位道友见多识广 不错 这共生纹啊 对灵药的影响不一而足 不过我们已经请一些 培植灵草的大师鉴定过 这个共生纹影响的乃是良性 血精藕药力 非但没有丝毫混乱的情况 而且异常精纯粗厚 各位请可以放心啊 哎呀 真是个好东西啊 是啊 难得一见呢 这可千万不能错过呀 下面 开始拍卖 起价八十仙原石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五枚仙原石 我出五十五枚 六十 六十 我出七十 经过前面一番讲解啊 众人对于这血精藕更加眼热 而且此物确实珍贵异常 不仅是滋补气血的绝佳灵物 尤其对一些修炼炼体功法人之说呀 更是梦寐以求的宝物 韩丽还没有出手 这就已经被抬到比较高的价格了 韩丽坐在原地没动 目光微闪 似乎在斟酌什么 啊 这血精藕我虽然是志在必得 现在倒也不用急着出手 直接在最后加入竞价就好了 说道友 拍卖会上果然出现血精藕 按照约定 此物归你了 说完话 韩丽翻手取出拳头大小一块 匪云火精地的过去 他们的座位相对比较靠后 周围也没什么人 倒是不用顾忌太多 不过 不远处那个拍下火属性腰盒的女修 恰巧看了过来 目光落在匪云火精上 身躯忽然一震 鼠天盛大喜 连忙接下 多谢道友 韩丽没说话继续关注着拍卖会 经过了几轮竞价之后啊 这血精藕的价格攀升至了一百五十千元时 出嫁之人正是先前那个胖大身影 原本紧随竞价的几个人 夹人而止 没有再出嫁 此时 韩丽手臂一举 爆出一个价格 一百六十 那个胖大身影转头朝韩丽看了一眼 冷哼一声 再次报价 一百七十 一百八十 韩丽的语气平淡 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 胖大身影略为犹豫 再次出嫁压到了韩丽 我出两百 再继续一点一点的加 此人不知道会跟到什么时候 两百五十 韩丽此嫁一出啊 会场上很多人朝着韩丽看过来 鼠天盛也看向韩丽 心中满是诧异 达到十五万年份的血精藕 虽然珍贵无比 但这个价位实在太高了 韩丽没有理会周围的人 虽然目不斜视地看着台上的血精藕 但眼角的余光啊 却一直关注着那胖大身影 胖大身影略以犹豫 没有再报价 还有人家家吗 拍卖到这个价位 两百五十 爱个的拍卖官已经非常满意 连问两遍之后 当即宣布血精藕的归属 韩丽心中一松 松了一口气 眼中泛起兴奋的光芒 终于挤起了万轮丹的材料了 只要有这么一截血精藕 我就可以通过绿叶 催起生长了 韩丽思量间 下一件拍卖物也被摆了出来 这是一幅画卷 上面画着一座高山 一条大河和一座宫殿 画卷通体呈现出蓝色 一股奇寒气息从中散发而出 是一件法宝 寒气中夹杂着法则波动 赫然是仙气级别 看起来颇为不凡 只是画卷一角有些损伤 有些美中不足 这是仙气明寒山河图 里面蕴含极为强大的悬明寒气 可以发出数种强大的寒属性攻击 可惜啊 有些破损 起价六十五块仙元石 韩丽看蓝色画卷一眼 眼睛微亮一下 此物确实不凡 蕴含的法则之力 比起之前那柄蓝色仙剑 也不遑多让 而且画卷类的仙气 攻击模式必然多于仙剑 炼制起来也困难很多 只可惜此图有些破损 价值就大打折扣 不过仍是一件不错的宝物 此刻已经开始竞价 想要此图的人不少 价格很快攀到了九十仙元石 韩丽也爆出一个价格 九十五 若是最后价格不高 倒是可以拍下此物 一百仙元石 一个女生响起 又是那个拍下腰盒的女修 韩丽朝那个女修看了一眼 心中开始盘算着 是否要继续出价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啊 另一个略微有些尖锐的声音响起 我出一百五十仙元石 这声音来源于拍卖会的第一排 韩丽摇了摇头果断放弃 这个价钱呢 已经超过之前那柄仙剑了 其他一些对此画卷有些想法的人 此刻都沉默了下来 似乎出乎所有人预料 那拍下腰盒的女修 没有放弃 再次加价 而且一下把价格抬高了很多很多 二百 此价一出 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正啊 不少人望向着少女的目光当中 透露出一丝古怪 倒不是这两百仙元石 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那毕竟呢 在场之人起码都是真仙境中期的修为 来此参加拍卖会的 自然都能拿出这个数 只是仙元石作用极大 除了能快速归附损耗的仙灵力之外呢 更能加速修炼以打通仙窍 故而真仙境修饰永远是缺乏仙元石的 对于每一块仙元石的使用都格外的谨慎 可是为了一件破损的仙气 出了整整两百仙元石 实在是有些不值得呀